你是誰呀?你是誰呀? 喂!你又是開房,那即是你是佛地魔? 難道你就是佛地魔?你是那個男人? YOYO 新朋友 舊朋友 大家好 我是奧斯卡 歡迎大家今天回來看我的哈利波特 大家最近是不是發現了很多烏龜流不停地出現? 沒錯,因為烏龜流的毒瘤是持續的 令大家人手都放了一張光光波、煙花、充氣咒 妄想消滅這個毒瘤,不過其實真的很難 趁大家還未熟練如何應付烏龜流的時候 我們就趕快推一下牌組 今天我們要推的牌組 用的迴響就是整個遊戲最漂亮的妙麗 用的核心卡就是整個遊戲最有型的多重冰凍術 就是妙麗多重冰凍術這套牌 那你有沒有問勁在哪呢? 勁在哪呢?就是我每次十年勝 或者十幾年勝的時候 我撞了一場烏龜 我有八成都會被人斷連勝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所以我決定報復社會加入 好了,今集一樣都會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卡組組成 第二部分就是實戰 今天還會加插一小段來證明 這套牌是破壞環境的毒瘤驗證片 一樣都會放了時間線 大家想看哪個部分 就直接選自己喜歡看的內容去看 開始之前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 如果喜歡這個頻道 記得按讚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 好了,卡組就是這樣 抄功課時間 金色妙麗的效果就是 每放三張法術的時候 手裡面最高費用的法術費用就會減半 所以我們會放一些低費的法術 用來過牌 然後再搭配一些超高費用的核心 就要吸下來發動它的效果 所以大家通常會看到 什麼妙麗大龍炮 妙麗閃電 這些牌組 而我們今天要玩的卡 就是這個多重冰凍術 妙麗的多重冰凍術也是一個高費高輸出的卡牌 直接介紹我們的核心卡 今天直接介紹這張多重冰凍術 其實是多重定身咒 是一張紙槍技能 會向目標方向放一條冰露出來 會扣血和冰凍效果 不過我建議搭配沖氣咒一起用 因為你不放沖氣咒的話 對方走通常都走得到 另外這張卡放的時候 牆上面所有的伙伴卡 都會一起放這招技能 所以我們多伙伴在牆的時候 就可以疊加多重冰凍術的效果 另外我們會入閃電 不過不入也可以 都是一些輸出的手段 不過不降費的情況下 千萬不要丟出去 護盾就是我們這套卡的核心 核心是護盾和卡山多 所以一定會入護盾 隨時隨地看情況放出去 如果失手 護盾爆了被打爆後排 直接輸了場比賽都不出奇 其他低費用卡 法術牌 就像這個白仙翼 我們拿來回血 衝衝攻 霧霧引 光光破 這些低費過牌 盡快就過出我們的核心卡 即是護盾 火盾卡 烏龜流三巨頭 烏龜流三巨頭 就是這個 卡山多大 諾蒂和丹尼 缺一不可 如果失手被大龍炮 加充氣帶走的話 基本上都可以直接投降 因為諾蒂回廢效果 所以我們建議多重冰凍術 就是諾蒂上場的時候才出 前期盡量補後排 整套卡的核心玩法就是 這套牌千萬不要急著放輸出牌 因為前期又好 後期又好 你都要以防守為理念而出牌 因為到後期諾蒂出來的時候 你有多餘的費用 你不用擔心不能輸出 反而是你前中後期 如果你萬一失手 被人清掉整個陣型的話 什麼階段你都會直接輸 其他就沒有其他的 這套的觀念 就是這套牌唯一的重點 如果擔心不夠用的 即是你的盾不夠用的 可以把復復元 即是原本會放復復元 可以把復復元換成徐行燕影術 如果你對自己很有信心 就放復復元幫手補血 這樣的話 就算手裏沒有盾也好 你見到煙花也有一個解場的手段 可以把連人帶走 然後再用回血派拉上來 基本上就是這樣 接下來大家可以看看實戰 今天第一場對的就是地獄火 就是典型的地獄火 還有金探子 就是一張普通的地獄火 我們要做的其實很簡單 一開始放卡山多拉出來 放好角度 然後保護卡山多拉 其實要做的就是這樣 做完了 因為我們看看對方好像沒有煙花 即是沒有煙花的情況下 他只有水槍的手段 可以清到我們 當然我不知道他沒有煙花 不過看到他放水槍的時候 其實我心都很穩定 因為通常水槍不會再進煙花 清怪技只放一張 因為他一開始還放神風 石內北山暴薩 應該更加肯定他沒有煙花 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只需要擋到這個水槍之後 其他東西全部都不用管了 他的地獄火基本上是不能走過來的 看到了 我們卡山多拉的巫尺 你看看 這個禮拜不禁卡山多拉 所謂的地獄火全部都是垃圾 不是針對地獄火 是針對所有地獄火 都是垃圾 還要不進煙花 那這場也穩定 其實一開始的陣 就是這個法術流 的烏龜流 其實只要對方清不到你的陣 基本上是不可能會輸的 剛剛有一點點失誤 就是我們衝擊就射不中他 冰凍獄就射不中他 其實這套東西我自己很不懂 玩這類型的烏龜流 不過老實說 亂玩都很OK的 這些牌組 當然如果你玩得好 就是放技的時機很好 然後 應該要擋的時機 放盾的時機都掌握得很好 其實這一副卡 就是獨扭般的存在 地獄火完全不是我們手腳 我們每夠三費 即是每蝶妙禮的迴響的時候 我們就馬上開我們的多重冰凍術 或者放閃電 基本上都很舒服的 整個環境都很舒服 大家其實有個地方要留意一下 就是我們不需要急著用完我們的費用 可以看清楚我們才放 不過對方在沒有煙花的情況下 我們基本上亂放都沒有所謂 我們現在10費 我們可以等我們的費用過了之後 對方真的要打我們的時候 我們先繼續用我們的費用去補血 或者放護盾 對方放卡山多拉 是完全沒有過卵用的 因為我們是不會走他 我們作為一隻烏龜 我們需要等對方攻過來 然後呢 有空用屎佛多重冰凍術 就打他獲金 對方已經很難受了 吃了我們幾下多重冰凍術之後 完全攻不到進來 然後又沒有煙花 手無薄計之力 我們原本用我們的肉體 擋了很多血 但我們有丹尼爾 再加上我們的白仙翼 對方完全不是我們手腳 好啦 基本上對面都大勢已去 因為我們卡山多拉 又沒有死 各方面我們都還 陣營都在 所以對方基本上 沒有可能攻到進來 好啦 最後一波 我們應該就 可能會放閃電 對啦 這裡放閃電 就慢慢電死他 最後我們應該會放多重冰凍術 不過對面放水球 要保安全 我們就拿肉體繼續擋 就算拿肉體擋 基本上都沒什麼所謂 最後我們就用充氣術 加多重冰凍術 就結束這個回合 好啦 我們第二場隊 就是哈里魔術流 純魔術流的哈里 我記得對方好像有進一張三頭條拳 沒錯 這副卡組 如果大家想知道怎麼玩 可以看看這條影片 這條影片就告訴你 哈里純魔法到底有多厲害 因為每一招都加50%的傷害 好 我們看看這一場吧 其實我們要做的事情 都是一樣的 鳳卡山多拉 其實今場的卡山多拉 基本上的作用 並不是在於要清除她的怪 因為她也沒有什麼怪 她只有三頭條拳 我們的作用就是用來 加多重冰凍術的效果 但是 我們也沒有讓她死 其實我們要做的事情都是一樣 就是保住卡山多拉 以及保住我們自己 保住血 我記得今場 因為我玩這些牌套 都不是玩得很順 所以也很危險 我記得我玩到 好 我們用我們的身體 去打佛雷兄弟 幸好 放得雪我們的護盾 保住卡山多拉 另外 我們洛蒂也可以出來 其實我們這套派的轉折點 就是洛蒂出來 因為洛蒂只要一出來 我們就很舒服 而且一有機會 記得放充氣加多重冰術 只要環境是許可的情況下 否則我們就很難 放到對方的血量 當然 你要有護盾在手 以防 萬一對方會有什麼神奇的操作 令我們 殺我們一個措手不及 其實我們要做的事情都是擋在前面 護盾被套走了 有點麻煩 幸好這個充氣就不是疊著一隻煙花 如果疊著煙花我又可以投降了 其實這些牌組只要被炸散了陣營 其實已經很難打了 所以如果想對抗虎龜流的話 也可以嘗試一下用這個 光轟破炸走對方 對方 用這個佛雷兄弟 加這個三頭條犬 炸了我們的洛蒂出來 令到我們回費速度慢了很多 不要緊 這個時候我們還有卡山多拉 沒有問題 只要還有卡山多拉 我們就可以清到 對嗎 清到 非常好 三頭敵犬都要死了 這個時候 我們清到他的所有怪 再加上護盾 對方只剩七百多血 回緣應該一千多血 情況之下 我們只要穩住自己的陣腳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哈利機關槍其實打妙麗都很難打 即是 我說妙麗其實很難打 如果他有煙花的話 因為他只要入煙花的話 清到我們護盾 殺到我們小小怪的話 他有回血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都很難可以追得及過傷害 不過對方就沒有進去 沒有想過會對護盾 不要緊 所以我們就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對方就終於炸了我們的卡山多拉出來 打算拿海格和衝衝弓 就來清掉我們卡山多拉 不過對方的血量已經剩下很少了 所以就算我現在卡山多拉死了之後 我絕對是有辦法 可以用我們剩餘的血量 因為我們還有兩千多血 用來電死他 因為對方只剩兩百多血 我們只要用心地電他 其實應該是OK的 對方還幫我們過牌 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用沖氣咒斷他復復原 其實很重要 打哈利最重要是斷他復復原 其實已經很OK 因為他回不了血 續戰力就超越 你看到哈利打妙禮其實很好打 因為我們剛剛兩千多血 其實打了八百多血 打到現在我們被他扣了一千多血 我們還未打死他 好 對方就用這個武器走 就幫我們過一過牌 所以我們這時候 不用放閃了 直接沖氣就贏了金局 所以其實我們無論對任何牌組 我們要做的就是 保住我們後排 有機會就用六費 來做一個大波的多重冰凍術輸出 我建議大家多重冰凍術不用急著用 可能去到等你落替出來之後 費用比較許好的情況下 先放多重冰凍術 基本上打怪物流是沒有壓力的 只要小心一點 不要被鈍型珠衝死你後排 或者被煙花 衝死你後排 那你就OK 不過如果懂得玩的話 其實打到差不多下之後 直接沖氣就加煙花 是可以清到這個陣的 不過很多人可能打的時候都比較急 所以令到這些牌組都比較毒溜 所以在卡山多拉還沒被禁的情況下 其實就很舒服 如果你玩的話 對方就很不舒服 我自己不太喜歡玩這些牌組 所以我自己也玩得不太好 但我相信有些人是很專業在玩這些牌組 希望這些牌組可以盡快消失 好 好 我們就讓大家看看一場 如何證明卡是一副毒溜般的存在 對方也是一副地獄火 其實我們要做的事和我們之前要做的事都是一樣的 我這裡就加快 因為其實很快就結束了 對方看到我們放卡山多拉 對 然後他再放佛雷兄弟 看到清不到的時候 他這支旗其實不是跟我們說 hello 是想投降 對面已經是沒有再放過任何東西了 我覺得對方應該很不想打這些所謂的毒溜溜 所以對方是直接放棄了 所以如果卡山多拉被禁了的話 會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沒有辦法 對方覺得這些是毒溜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 所以我為什麼覺得卡山多拉快被禁了 讓這些牌組盡快消失 令環境舒服一點 雖然地獄火也不可以 但地獄火也有方法解釋 只不過地獄火也是混蛋 所以最好卡山多拉地獄火不停被禁了 令環境舒舒服服 可以多些不同的牌組出來玩就十分好 好了 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差不多了 妙禮是我最喜愛的角色 多重冰凍術 也是我覺得最有型的技能 兩個加起來簡直是毒溜 但看起來其實毒溜也不是他們兩個 其實是卡山多拉和護盾 不過這套牌玩起來也不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這類型的牌組 又或者有沒有試過被這類型的牌組折磨 如果有的話歡迎加入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牌組想我試玩 我會繼續拿一個分數去跟大家試一下 好了 今集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套牌的話 就記得給個like 如果喜歡這頻道的話 就記得給個subscribe 如果想和我們一起打遊戲的話 就加入我們discord群 我是奧斯嘉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 請下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